真实性 什么观呢 就观真实性 观真实性 思维详 心性 无声无灭 不争不减 不够不净 这叫我们读心经的时候啊 观自在菩萨 就说这个观呢 他呢照见五蕴皆空 五三声将为出发 五眼界乃至五语世界 五五明以五五明进 就是现在这种警戒相 没有一切分别相 就说你观想真如实性当中 不住见闻觉知 这个时候呢 见见能过空处 实处 无少处 非相非非相处 等定警戒相 这个定就高了 得相似空三昧 不是真空想什么呀 还是相似空三昧 得相似空三昧时 实 实 实 想 受 行 出分别相 不现在前了 对一切法不起分别相 但是这个出分别啊 从此开始修学 在这个时候的休息时间 能够得到 善知识的大慈悲 守护 掌扬 这个大善知识的大菩萨啊 一些大菩萨能够守护你 使你善根能够掌扬 不再退痛 这个时候的修行啊 障碍就少了 能够不间断的 荣猛勤勤修习 这个时候能入定 什么定呢 这个定的名字啊 叫心记三昧 前头是赛记三昧 这个是心记三昧 怎么得到的呢 因为你观心性啊 心性不生不灭啊 入了三昧了 所以叫心记三昧 得此三昧以 福能入一行三昧 由了得了心记三昧了 就能入到一行三昧 入了一行三昧 能够见无数佛 十方诸佛都能见 发生光心 诸坚信位 坚信什么呢 舍墓托 批破舍诺 二种贯道 不但信 而后能结 这时候就决定 向佛 决定向 就决定向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